看到這些東西就知道我今天要來燉牛肉 番茄湯 番茄 番茄 現在番茄好貴喔 然後以往燉牛肉湯 我好像都會加很多洋蔥 但今天沒有喔 今天只有一顆洋蔥 因為現在洋蔥也貴 那我選白蘿蔔跟紅蘿蔔一起 那我先來備料 蘿蔔可以燒兩層嗎 讓煮起來比較甜 帶蠍靜香 我習慣先將材料都準備好了 放在檯面上 這樣等下煮的時候就不會突然忘記 還有什麼還沒有拿到 然後緊急去拿 或有什麼沒有放進去的 開始囉 就是洗好擦乾的牛肉先煎一下 然後我用衛生紙把鍋內的一些油脂 蔥擦掉 然後剩一些油 然後我們就放進漿 放爆香 稍微爆香之後待會就到那裡 看囉 放進去 剛剛丟進去的半顆洋蔥跟一包乳包 然後讓它滷 現在大火滾 然後待會再轉 小火讓它滾20分鐘 然後我等一下來製作另一鍋蔬菜湯 蔬菜湯就先用 直接用大鍋子來炒 然後一樣就先加入 剩下的洋蔥拌炒 來做便當 我還滿喜歡煮湯飯加飯 然後一起下去做這個煮食 還有一個可愛的小飯鍋 還有一個可愛的小飯鍋 哇 美味的牛肉麵 這是這位小姐做的 她現在要出門去工作了 我要準備來吃我的晚餐囉 我要準備來吃我的晚餐囉 立體的肉 好想要吃喔 超香的 我要來享用了 好好吃喔 這個肉 請看 好吃的牛肉 太好吃了吧 好想要吃 嘗嘗 試試過 再放一條 要洗一洗之後 先讓它用流動的水先 泡沫 抽洗 抽洗乾淨 哇 抽洗完之後的助角 其實變得會比較難 其實它上面的血水都不見 我們來醃漬 要讓它入微信 所以這樣把它刮一刮 不是把它刮 妳應該是要拿那種釘板之類的吧 沒有那種東西 妳確定它是拿那個 那妳另外一個有骨頭的可以這樣搓嗎 好像不是很好 可以 確定 嗯 這次有多大隻 超大 我第一次摸豬的腳耶 我跟妳快嚇死了 妳很像老闆把它腳趾頭剁掉 妳真的有夠狠 不用腳趾頭 現在要加什麼 鹽 鹽可以用多一點 沒關係 因為它很大一隻 是這樣講嗎 真的真的 我是知道它很大一隻啊 可是 跟我們一樣很大一隻 嗯 可以 我沒有 現在要做什麼 要三隻 妳這個太沒力了不行啊 可以 因為我覺得舒服不會安心 因為我 有點害怕 可是我覺得這樣有點沒差異 這很慢 不敢就是在幫它做紅外線治療 現在還要放什麼 就人家說要放紅膠殼 但我沒有 所以我想說來放紅膠殼 靠 整個變成台式豬腳 我們不是要做德國脆皮豬腳嗎 沒有 整天紅膠 怎麼怪怪的 妳說什麼最重要要幹嘛 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要醃製它一天 一個晚上 妳要加什麼東西醃製啊 啤酒 全部啤酒 對 好浪費喔 我趕快把酒做一癢 洋蔥 洋蔥 妳剛切好洋蔥 現在要放什麼呢 那今天要做德國主角 所以想用德國啤酒 德國啤酒 黑啤 而且是它黑啤 然後這樣味道會比較濃厚 對 特地走去全家買 US7沒買 全家果然不會讓你失望 哇 不用一瓶就可以耶 等它泡泡消一點 然後其他人就可以喝了 開心嗎 剛從冰箱拿出來的豬腳 然後 這是醃了一個晚上 待會我要把它放進 LG的蒸氣紅烤爐先蒸它 然後蒸 把它裡面都蒸熟了 我們再來烤它 先擠乾它的汁 算我沒力 就這樣吧 看起來好好吃喔 等一下先拿進去蒸 醬汁就不要浪費 可以再燉煮一下 變成醬汁 然後底盤有加300ml的水了 我們蓋起來 好 蓋不起來 還好平時盤子買得多 可以蓋起來 豬腳真的太大了啦 下次不要買那麼大了 好 我要進 它已經進去了 烤烤爐了 還好容量夠大 然後我設定一下 因為現在有蒸的 用蒸大的 蒸的功效 我覺得已經都差不多不行了 這是主婦的日常來曬衣服 我覺得我們租的這個陽台 空間是蠻大的 但就是 我別開冷氣卡 你每次經過的都要小心頭 我們曬好啦 其實今天寫的衣服很多 你看看一直長不大的九層塔 或者小菜譜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 就是海洋包大 我家裡陽台看出去是蠻舒服的 因為 就可以曬到太陽 然後也不會有 大樓的遮蔽屋 然後對面是一間火箱 我覺得這邊還蠻舒服的 哇 豬腳拿出來後非常的像 感覺膠原蛋白很多 然後整個都是酒香 想要在它的皮上面 哇賽 抹一點白醋 然後增加它烤出來的 脆度 其實好像豬腳煮上去之後 就小很多 要20度口 40分鐘 靜置的豬腳 因為烤箱現在很燙 所以要小心 蓋上 40分鐘 就要小心 用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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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上面 起筋 拿去 拿去 用餐廳 所以要用餐廳 變成餐廳 使用餐廳 看起來還蠻成功的 但德國豬腳就不是那種脆皮豬腳 所以出來的有點不太一樣 就它皮還是稍微硬 然後淋一點醬汁 這次就沒有做德國酸菜 因為就有點麻煩 然後醬汁我用昨天醃漬的啤酒原汁 然後加入一點雞湯 然後讓它熬煮 讓它濃縮一點 醬汁